你是一个过气明星 可却没想到在节目上 碰到了五个前女友 你有一首Letting Go 唱到天后柳眠破坊 这下大家都知道了 她居然也是你的前女友 柳眠想起了 和你谈恋爱的那回 有次深夜回家 就拍了张空空如也的冰箱 发条朋友圈 好饿 现在要还有一个苹果 我就很满足了 结果过一会儿 你就来敲门了 塞过去的同时 还傲娇说了一句 柳眠姐正巧路过而已 柳眠当时突然感觉 新鲜就被拨动了 吃点再走吧 刚送来的大餐 一个人吃不完 浪费 于是乎 那一晚 大家都成长了许多 第二天 节目组的活动 是去椰子园采椰子 男嘉宾复得摘 女嘉宾复得收 哪个女嘉宾收得多 谁就可以挑选 约会对象 于是 其他四个男嘉宾 纷纷对着最后一根毒苗 苏小暖先殷勤 但这下可苦了你 要同时给四个女嘉宾送椰子 先给玲玲送了十个 弹幕们纷纷刷屏 嗯 终就是初恋香啊 玲玲吻了 你累得半死 可却看到瑶瑶一脸忧远 没办法 摘吧 累得满头大汗 接下来是李诗涵 弹幕都震惊了 这肖凡 终要空调时锤了呀 瞎说 我们家肖凡哥哥 只是不想 让其他女嘉宾 面子上不好看而已 时间来不及了呀 能赶得上柳眠的吗 柳眠也得紧张 他倒不在乎什么胜负 可一个都没收到 难道是我 没有其他女嘉宾的魅力吗 肖凡是累得气喘吹 人都快没了 天知道十个椰子有多重 节目组人员 都在纷纷呐喊着 萧凡加油 萧凡加油 终于在时间结束前的两三秒 你的十个椰子 怂到大家纷纷鼓掌 张文博真是吐的呀 不是 我们几个男嘉宾 给小暖送了明天更多呀 他又不是优胜的 你们鼓什么杂位 柳眠心里美滋滋的 拿起毛巾给你擦汗 这个男人这么努力 是真的不想让自己遗憾啊 玲玲不舒服 为啥我是第一个 我情愿是最后一个 瑶瑶很生气 好歹你也是天后 给人擦汗 能不能有点架子啊 含含很郁闷 别说了 传统一能来一个 柳眠递过去一个椰子给你 你吸了一口的确很不错 杨树发现不得进了 老柳 不对呀 那个椰子你刚才是不是喝过 女嘉宾们都震惊了 你可是天后 这么疗汗的吗 现在陆综艺 这点距离都不用保持了 你也懵了 不是 不带这么玩的 柳眠姐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你换了个吸管 张无波内心在哀嚎 不是啊 你可是天后啊 看到你这样子 柳眠笑了 就喜欢看他 手足无措的样子 好了 现在有灵感了吗 你还欠我一首甜歌呢 大家都想起来了 肖凡唱歌 一向都是一首甜 一首刀 柳眠看你的样子 就知道你为难 他不想一看 抓住逸琳 整个人都贴了过去 你都震惊了 不是 大姐你想干嘛 苏肖奶的CP之魂 熊熊燃烧 我的肖凡哥哥 要被女恶霸给用墙吗 这俩也好大 好耶 玲玲震惊了 你们以为这是偶像剧吗 这是真人秀 没有阶位的 瑶瑶脸都黑了 死死捏着寒寒的手 不要啊不要啊 你当时都不亲我 你也要推开他 给他唱演员才公平 李诗涵也是痛了 心疼啊 但是我把瑶瑶捏得更疼 捏是尴尬不已 既然这气氛都到这了 那就来吧 321音乐棋 这前走一起来 刘妹就心跳疯狂加速 我就知道 这一颗苹果 不就是我们定情的那一碗吗 虽然知道 它是看到朋友圈 专门送来讨好自己的 可那一颗苹果 真的有被暖到 好耶 其他几个女嘉宾都震惊了 不是 什么叫对的时间 对的角色 你这个渣男 和我谈恋爱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的呀 你这个渣男 一首歌很快唱完 大家纷纷鼓励 杨树也是真服了 小凡 你这首歌甜度超标啊 老夫的少女心都动了 萧俊跟着开了个玩笑 我掐着一算 杨哥的姻缘不在这儿 嘎嘎嘎嘎嘎嘎 现场戏犯是一片欢乐 比赛最后结果呢 是小暖胜出 大家都盯着他 看他到底要选谁 做约会对象 小暖深吸口气 我选 这时候 杨树告喊一声 选我 小暖 虽然我没他们几个帅 但相信我能给你安全感 我虽然年纪大了点 可不更有勇气 这一连串真心告白 影子众人忽喊恋恋恋 张文博都震惊了 哇擦 杨哥你拼了呀 他连忙咳嗽两声 小暖 我喜欢唱歌 我想唱给喜欢的人听 我想唱歌带着你四处遨游 一起铺写四季年华的乐章 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女嘉宾们忍不住鼓掌 看看人家多浪漫 不约而同看向的你 眼神优怨 在节目里 只要你敢 我就愿意 可小暖却深吸了口气 我想清楚了 我想烦哥哥 震惊 现场安静如丝 杨叔以为自己没听清 你说怎么 小暖再次大喊你的名字 我想烦哥哥 终于不用忍了 在这里 每天都是煎熬啊 每次烦哥哥唱歌 最后想到 到底是不是要当我 啊 特地放火 反正也躲不掉 自己来吧 其他几个男嘉宾一片哀嚎 不录了 这游戏没法玩了呀 弹幕们纷纷刷屏 我靠 刺激啊 小暖还是年轻 为了炒热度 直接得对四大顶流 是不是小凡粉丝无所谓啊 可如果 你想看到 小凡和小暖约会 请在公屏 单走一个溜 杨树痛心疾首 小暖 为什么呀 就算把小凡给切了 也不够你们五个人分啊 小暖笑了 烦哥哥 唱歌好 人还帅 女生都想了这样的男朋友吧 这话一出 众人都反映过来了 是啊 这节目里面 本来都是假的 小暖选个最火的 烧烧CP加热度 哎 都怪前面四个女嘉宾 太真实了 让大家现场的怪圈 摄影师回了一句 老大 这拳头和小凡一个人吵CP 我们后面还咋拍啊 导演翻了个白眼 剧本又不是我写的 无所谓 这节目火就行 最好五个都是她的前女友 镜头一切回到酒店内 小暖的经纪人都快急疯了 你要是暴露了之前的恋情 人设会崩崩崩崩的 小暖无所谓 曝光了又怎么样 李诗涵比我过分多了 大不了就退圈呗 我反正无所谓 一想到明天要约会 开开心心刷手机 热搜出了个讨论 苏暖是否也是肖凡前女友 小暖用自己账号点了个赞 然后回了一个 你们猜 这下热度直接炸了 另一头 小暖单独约谈的导演 直接开门见山 说自己就是肖凡前女友 而且就是在节目开播 前两三天甩着她 导演人都麻了 不是又是大瓜 但貌似还挺合理 她搞不懂了 那小暖选她是为了什么呢 小暖跟导演一顿秘密商量 提了好几个要求 导演表示OK 放心一定做到 虽然有点费钱 这些花个几百万 但是现在节目效果太好 这钱他们节目组包了 至于内容是什么嘛 夏文很快揭晓了 很快到了约会当天 项目是游乐园 小暖一把抱住你的胳膊 人都靠在你肩膀上 你人都麻了 不是小暖 这也会让人误会的 可小暖只是说了一句 樊哥哥 游乐园是约定哦 过了今天 以后就没机会了 你想起来了 分手前最后一次相会 你问他下次休息 想去哪玩 当时大家约定了 就是游乐园 也是自己的承诺 小暖每次都笑了 白天的项目玩得都很开心 城堡 小火车 小镇 各种元素应有尽有 中午的时候 小暖看着你的头 你问他不热吗 小暖也要头 不热 我只是怕 我忘了这种感觉 你也被沉默了 小暖 一字不提复合 可这话让人心疼无比 你也清楚 当初和五个前九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真爱 只是因为各种原因 留下遗憾 现在 有了bug般的系统 似乎可以轻易弥补 可最主要的问题是 还弥补哪一段呢 算了 不想了 最起码 今天可以记得节目 和小暖回到重前 弹幕都震惊了 不对劲啊 两人甜的不像是眼的 像真情侣 不是 十几天前 这里还在传绯闻呢 不会是真嫂子吧 很快 时间到了晚上 小暖神神秘秘带你 走到城堡舞台上 这个时候 你也发现的不对劲了 这里 居然遍布鲜花 而且下面的广场 突然多了好多人 小暖让你闭上眼镜 然后飞快亲了一口 在你睁开眼的时候 不是不是不是 这就轻声了 小暖想轻 直接就冲了 为天后默哀两秒啊 好想知道 其他四个前女友看了 会怎么想 这不得气炸的呀 镜头前回酒店 杨树笑喷了 小暖说轻就轻了 把昨天的柳鸣 打脸啪啪响啊 本来吧 来了趟练踪 被人踢了光头挺难受 哪知道剧情太抓马 不知不觉就上瘾了 张文博也是看出来了 这俩人又是听又是报的 傻子都看得出来是真行女啊 这四个前女友还争来抢去 结果人家的正牌 一直在那旁边看着 这也太笑死人了 好了 知道你们想看啥 林林 张庆尧 李世翰 柳面四个人 镜头回到游乐园 这会不知道谁起了头 所有台阶的观众们 全都齐出啥喊着你的名字 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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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 你发现不对劲了 那在游乐园里 全都是自己的粉丝吗